我可以感覺到這個人的個性呢 他有一點 豎發濕氣 參雜了很多的思念在裡面 我覺得他今年應該要 換一點小的 訂閱了吧 哈囉 看他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第一卡的群奇 首先先掌聲歡迎一下 我們今天好久不見的大愛賓飯團 嗨 大家好 我這次來有個目標欸 就是我希望留言不要有那種 飯團阿姨 飯團阿姨 可是你這樣等於提醒了他們 可以這樣笑欸 你講什麼沒有想到 沒有人提醒他們 就不會有人知道喔 沒關係你今天來就是為了 洗掉Daniel的位置 沒有啦 我沒有洗掉他的位置 你的粉絲不要攻擊我 我們要來看今天的第一篇文章是 你來寫字 我來分析 這個來自有趣版的貼文 圓PO表示呢 不知道各位在求學的時期 有沒有聽過這樣一句話 你的字就代表你的人 而這種圓PO呢 甚至練習拿了假上之後呢 他開始對自己的寫字 有一點自信 甚至開始研究過每一個 寫過的人 呃 等一下喔 這個排練所 有點恐怖 甚至開始研究每一個 他遇過的人寫字 他覺得字漂亮 不一定人漂亮 但你的字真的代表你的人啊 好 我不認同前面那句話 因為我字有點醜 但我人是好的 真的嗎 你自己 你自己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說你整個字真的 不是不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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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覺得你的字代表你的人是真的嗎 就那種字很正的人 他通常也很正直 隨隨便便的人可能字也不是叫隨隨便便 亂評 帥性一點 然後我想要有人來幫我分辨 帥性 我以前很喜歡寫字 不好意思 就是 硬體字比賽會 你也是嗎 欸到底什麼是硬體 硬體字就是原子比像這樣 這叫硬體 對 硬體就像 他是很常被人家稱讚 因為你的字很美那種 不是等下事物以待 而且你們小時候有沒有練習過那種 生字本 我是那種 會被人家擦掉叫我衝鞋的那種 可是如果有那個框框那怎麼醜啊 你這樣叫我吃你 不是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要學習原諒你 好我們等一下就來測試一下 大家的字是不是跟真的跟人一樣 生字比賽開始 你感覺很有勝負慾耶 好像需要電 他等一下寫不好就會怪他是那個 沒有電 OK 然後我們在後面寫ABCD 那我們現在寫完我們的文字了 我們要請我們 當代的文學造詣大師 掌聲歡迎Ryu 剛我沾蠻四大財子的 沾蠻是你妹啊 另外三大剛會是丹牛 然後你充滿 你們看你們看 家男子上台這邊的一邊 對啦 來感應一下 你覺得這個是這個人的個性怎麼樣 哇 大師你覺得 我可以感覺到這個人的個性呢 他是很細膩的 因為尤其他在寫這個 就是最主要你後悔的時候 參雜了很多的思念在裡面 思念 你覺得誰是誰的思念啊 什麼樣的思念 他可能會想起某一段這個 過去的感情 哦 所以 如果你跟我在一起 就覺得這樣很厚 那這個浴室的話 我覺得他今年應該會 翻演給小年 哈哈哈哈 為什麼 為什麼 可能沉浸在過去這個 自願之愛 嗯 造成很多 自願自意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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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廢 我是最殘的才 完全不知道他的手在點是什麼東西 你這個有意義嗎 你剛剛說 還對人蠻悲哀的 來 再來是D卷 這個筆就相當 堅槍有力 啊 這堅槍有力 他有一點 速殺士氣 哈哈哈哈 他可能是這種 專門寫那種 挑戰書你知道嗎 挑戰書 他的絕對不讓你後悔是 你來了就讓你後悔的感覺 哈哈哈哈 再來是C卷 這個就是相當一個 很可愛的文字 他還有一些句點 跟這一個 他就是寫錯 你覺得修修改改的部分 代表他內心怎麼樣 有點想要投機取槍 就想要承受 心速不正 真的不行耶 但基本上我覺得他的型字 你第一名就是 二十二三歲 Agent 大師怎麼樣 他那種麵攤老闆想要積寫招牌 他只是寫的那樣很好 哈哈哈哈 土肉飯 然後五十 他寫的有點歪歪的這樣 他覺得自己可以寫比印刷還要好 比較土性一點 比較location一點 土性 你也想說他看起來很熟悉嗎 對有點熟悉 OK OK 這樣 但基本上他是一個很親切 很善的 是的 是的 來ABCD你幫我們幫你覺得各自是誰 321 翻版我們來看一下大師的答案 我們一個一個來公布 A是飯糰 B是Royce C是real 豬是漫漫 這邊公布這個大師的答案 好 錯得離譜啊 真的假的 你覺得A是飯糰 土味 土味 謝謝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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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個熟悉土味的阿姨 他來B你覺得是 Royce 我覺得心思細怒 而且心心意念著一個人 對我覺得 對我覺得我喜歡看 我覺得他心裡滿心的 那如果再讓你猜一次 你覺得B是誰 就是 沒有啦 他剛剛亂猜 高興你又錯一次 當然是飯糰 是我 這是飯糰的 而且其實是飯糰 我覺得你的字不醜阿 這是你的字不醜阿 你真是好看的 你有留下很多過去的偉痕嗎 沒有 現在很幸福美滿 有思念的某個人嗎 沒有 沒有 自願自已嗎 沒有阿 江湖騙子 C卷 你猜的是Royce 為什麼你會覺得這個是我 青春感 但這個是漫漫的 哇 漫漫就是20到23歲 他剛剛覺得你的這個啊 就是 錯字還是怎樣 啊 我知道 投機取巧 有點想要投機取巧 有點想要投機取巧 這還是第一卷 就是無庸置疑的 是Royce的 其實你看你的回阿 撇超長一個 然後你又超小一個 這就是很醜 可是不會醜欸 真的不會 不會醜欸 那邊看到底是誰阿 這邊還是我阿 真的阿 欸 你怎麼看得像批評硬體陣 沒有 好啦我把算命館收一收 文件還沒掉 你怎麼會這樣呢 等一下 第一是小時候的事阿 大師 你借給把這招牌收一收 你才是最可以把你的招牌收掉的人 謝謝大師 謝謝大師 大師你借來嗎 大師是大師 大師你自己起來好不好 大師是大師 好啦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寫的字是怎麼樣 還有你覺得你的字 真的可以代表你的人嗎 歡迎跟我們分享 我們來看下面一篇貼文 學測前的艷遇 這來自有趣版的貼文 在他學測考前前一天呢 他在埋頭苦練的時候 有一個女生突然密趴了 他說 嘿你好 我是明天考試做你後面的 剛發現我們好多共同好友喔 et at 插題一下 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覺得很 是這樣嗎 所以跟等於等於不一樣嗎 對不對 等於等於是 不爽 天不爽 圓潘就覺得有一點奇怪了 難道自己春天真的來了嗎 這個女生呢就跟那個圓潘說 我只想要50分就好 然後圓潘就問他 什麼學校啊 你一定可以的啦 他就說 不知道欸我怕我沒學校 但我想要讀護理系 圓潘就說 護理系很好欸 蠻想當醫生的 可是太難了你好有愛心喔 那個女生呢就對那個圓潘說 你可以幫助我的數學單選題嗎 求求你 那幾十分對我幫助很大 你趕快考完 考完想想未來就可以啦 成績夠高就是你選學校 你選未來你選的夢想 我知道我這樣的無理 我跟你講他下面講的就是說 我之後我這樣無理的要求真的很糟糕 但除了求神之外 真的只能這樣了 求神之外 他也知道說他不可能會亮答案給他看 他就跟他說 你這樣可能會害到我 那不然就是 我可能就寫我的 如果你看不到就看 就是我不會特別的去亮給你看 最後呢 圓潘發現到數學錯了蠻多題的 所以他就把我去重考了 好可惜喔 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們遇到這樣的事情 你們會怎麼回 我會說我其實也很爛啊 你幹嘛看我的 你在考試的時候 不然旁邊一直在看你 你會怎麼樣 髒漂亮嗎 你有沒有遇過呢 我就是很怕別人看到自己答案的那種 有啊 這樣這樣這樣 你遇到你好像不知道他怎麼這樣 我想說其實不用這樣 你知道嗎 其實聽力測驗有一種作弊的方式 看大家什麼時候動別 對沒錯 你知道嗎他就會 A Pencil B A Book C A Teacher 然後看著他就 就是C了啦 你們覺得這算驗譽嗎 對我覺得這不算 這是有目的性 我們來印刷一下犯人驗譽的畫面 我沒有驗譽 啊沒有 用的 學聖時候有參加一個音樂性質的活動 然後就有很多不同大學的人都有去 他就不知道為什麼丟了一本書下來 丟下來之後那個獎譽直接砸在我 跟隔壁一個男生中間 然後 juntos瞎你跳後看一點 然後一看完就發現 這好帥喔 後來他就跟我聊天 就開始聊起來 我們就沒有在看這個表演 有出去約會過幾次 可是後來發現跟這個人好像沒什麼話聊 就又斷了 那你曾經有過嗎? 大部分也都是刻意的 就是我沒有 你刻意去接近 對對對 你說好像要開始露手啊 因為我露手是為了讓女生很感動的點 是說比方說好了 他可能不吃這個 不吃那個 然後把他挑掉這種 所以你每次這樣講出來對方的反應是什麼? 你好噁心喔 好噁心喔 正常啊 正常的反應啊 你有沒有想像過那種捷運這樣子開過去 然後你跟對面的女生看對眼 有欸 我總是說我演的欸 這也很浪漫 你有沒有那種曾經就是 跟人家互相擦肩而過的時候 你們兩個都回頭看對方 欸我好像有過 好像有了 這有點尷尬欸 我們來練一下這個留言 一度夏天你們會在醫院巧遇 因為他想要當護士嘛 然後這個元某 所以元某後來想當醫生 這聽起來蠻浪漫的啊 又是一個驗譽 這才是真的驗譽 這真驗譽欸 他就說還記得當年 我好傻啊 還想要看你的答案 對啊 就回憶口 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 你有沒有這類型的經驗 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驗譽 也不知道這算不算作弊 我們來看下面一面貼文 會討厭有點黏的女生嗎 這來自感情版的貼文 有沒有表示呢 男友呢 屬於慢熱的類型 因為他跟他男友是遠距離 所以每次見面就想要好好珍惜 就主動牽手抱抱 你就覺得男生會不會很討厭 有點黏的女生嗎 可能我要先回答一下 欸你可以 對 我也先回答 對 我差點忘記了 那你會覺得 討厭有點黏的女生嗎 我覺得他這樣子 算蠻正常 因為他是遠距離 所以他那個狀況我怎麼接受 但是如果說今天我們是 都一樣住台北 假設我們可能吃個飯 吃完飯之後各自回家之後 我就是要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要有我自己的空間 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事情 可以就陪我開心聊天啊 不行嗎 我就要有我自己的空間 但是你有空的時候 就要回我一下啊 你都不在乎我的心情嗎 我就會放棄了 OK 但他心中有點黏的定義是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有點黏 這種東西是比較出來了 當他想講電話的時候 你不想講 他就是黏 當他想見妹 你不想見 他好黏 對我覺得是這樣 你們有遇過很黏的對象嗎 我一半一半耶 你不能總是 那個很黏的人 所以有時候要適時的 放一下 對 他就想說 那這個時間線他怎麼 不在 落脊落 然後後來說 你在幹嘛 之類的 那如果你想要抽了一下測試 結果他過了一跑 你發現他發生什麼 然後說 好爽啊 對啊 你又叫你回去 然後我覺得我可能更想登學 就是那種 反正你也沒有理我啊 你還記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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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記得 很久以前不是流行 那種 然後我跟我男朋友的對話 就一個禮拜都是 那個要請他來玩 你確定他是你男朋友嗎 我們來看一下卡爾文的留言 B39說 他覺得 原波剛這樣的行 我覺得是 因為偶爾見一次面 他覺得很可愛 但身邊的很多男性友人 都讓我覺得很自私 因為想見面的時候 希望女生黏 不想見面的時候 就嫌女生吵 這男女有關係嗎 對 對 好啦 歡迎大家告訴我們 你心中覺得很黏的 對象是什麼樣的行為 才叫黏呢 歡迎跟我們分享 好 那接下來這篇文章呢 是我們想要借用 站上的力量來辦一個投票 那我們今天想調查的題目是 大家可以接受 年紀比較小的對象嗎 有些人覺得呢 找對象就要找 比自己年紀大的 不僅社會歷練多 想法上也比較成熟 但也有人覺得 幼稚的才是王道 因為他們可能 可以活力一點 你們可以接受比年紀小的對象嗎 要看七歲的女生啊 阿姨對阿姨不想弄逼的 我就很喜歡找弟弟 阿姨 我說女生你們是不是比較合 兩次好像不是女生一樣 對 就是交往男生的話 是不是年紀比較小 你們會覺得比較幼 我就比我小 可能一歲兩歲 我想把他當作弟弟 沒有 我喜歡跟我同年級 職場上面很難找到 真的剛好同年級的 或是差不多 一歲兩歲還不差不多 對 一歲兩歲還不差不多 差兩個月 我對他需要表達 要不要問你呢 我覺得只要心事年齡是OK的 其實我覺得年紀也不重要 你喜歡姐姐還是妹妹 因為女生大概 我覺得我自己身邊的朋友 他們大概有八成 都不喜歡弟弟 但男生真的是 喜歡妹妹的還是多一點點的 所以他們要有那種 被需要的感覺 很需要的一個感覺 存在感 他們不需要就是女生 什麼都會 什麼都懂 那我要在那邊幹嘛 女生還問他 這樣不行了 其實我以前一直覺得 被照顧的感覺 啊這樣沒有成就感 這樣的話 後來發現 最需要被接觸的時候 他有那個能量去接觸你 那是很touch 當個小孩的感覺 是很幸福的 但有時候會分分清楚 那是女愛還是 那是感情 你知道嗎 我覺得年齡最大的差距 問題是你們的階段 如果不一樣的話 更容易產生問題 就比方說一個是學生 一個是社會人士 對 因為會覺得他有體量 對 可能學生就不懂 為什麼你下班時間不能出來 就是你如果上過班 你就知道說你不是不喜歡他 你只是想要放鬆 那你會覺得 地底型的男生 有時候比較容易顯現 可愛的一面嗎 手足足晃到一面 那如果大叔型 可是他對任何事情都已經 不太會有 WOW WOW 那種感覺 我讓Zerumi也有可愛的一面 對 對但感覺就是 很可愛 所以你根本就沒有真心 覺得很可愛 我覺得 為什麼那麼小 地底型的好處 我想想看 他的想法可能會 天真到你覺得很可愛 你可能看那個Google Map 他會想說 走路要走20分鐘 他說沒事啦我背你 這樣 天真到可愛 我可以跟他說我當本 那高校真的背不上去 你就真的給我背喔 今天如果假說 你工作很累 然後弟弟型的人 他可能比較 手頭上還沒那麼寬裕 但他就幫你全身按摩 我說怎麼只能為你做這個 這種就很貼心欸 這種棒就對了 我好多舉例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家的投票 一共有78913位卡友參與投票 其中我65%覺得 當然我覺得要YouKID 我喜歡眼睛比我小的 照顧人的感覺 35%覺得人無妨 我比較愛大的 聽起來好不舒服 我比較愛大 第8就是說 看對方思想成不成熟 如果是比我小 但思想很成熟的個性 也就可以 其實都要看個人 其實我們說的 都是看心智年齡 不是看真實年齡 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能夠接受 年紀比你大或比你小的對象嗎 那我們今天討論的文章呢 都會在資訊欄裡面 有我們的文章連結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也可以幫我分享出去 那我們再次感謝飯團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